- 聽起來真的很沉重欸,沉重啊,你先講 - 就是像我們在做那個產前超越過檢查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壓力是真的很大 因為今天只能檢查到任何一個小小的問題 但是對媽媽來說,那可能都是一個天崩地異的消息 - 到底要不要吧這個寶寶寧? - 我覺得這種壓力真的很大 -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不一定覺得百分之百 - 是正確的,沒有那麼厲害啊 - 因為那個壓力其實是我們必須對一個生命負責任 - 對 - 那我自己的話,我自己是 - 你不可能因為你有了孩子之後 - 病人就半夜不出息 - 對 - 或者是急診就不會來 - 聽起來很深刻的是那時候我懷孕六個月 - 然後我那個老大兩歲左右 - 半夜的電話來了,急診 - 然後把孩子叫起來,跟他說媽媽要去醫院了 - 那時候老公出差 - 對… - 非常有印象,他出差到荷蘭 - 所以就荷蘭這個國家有一點區別 - 有一點 - 然後就牽著那個老大挺著一個大肚子 - 帶著一個簡易的嬰兒床 - 然後就到醫院去 - 開刀的時候也沒地方可以放啊 - 然後把那個嬰兒床加在那個開刀房的門口 - 然後就開始開刀 - 然後一滴滴滴的聲音,孩子又緊張 - 這時候就給你做個測試 - 看如果你可以這樣睡著,你應該就外開車這樣 - 你就是適合這個環境人 - 不是,他醒著 - 然後就中間就一直問說 - 媽媽你好了嗎? - 媽媽還要很久嗎? - 沒有媽媽已經消了肢血了 - 媽媽把那血管綁下來 - 媽媽快好了這樣 - 然後開完之後,兩個人在他睡那個小床 - 然後我睡那個病人旁邊的病床 - 然後陪病人到前面 - 我覺得不會因為做錯事情哭 - 我也不會因為太辛苦 - 我也不會因為別人對我很幸福 - 我也不會老是罵我我好 - 我也不會因為別人要我改進哭 - 我也不會因為病人罵我覺得不合理哭 - 我也不會因為病人死掉哭 - 哭點真的超多了,以上全部都是啊 - 以上最深刻的哭點是什麼? - 每個人走過來都遇過,就是病人死掉 - 而且一定是care很久的 - 因為我記得那個是cancer的病人 - 就是子宮內膜癌的病人 - 那開刀完其實都也很好了 - 過了一年之後有點復發 - 原本只是來住院一下下就會好了 - 結果就再也沒有出院了 - 他走的時候我真的是很難 - 我以前哭的時候 - 是真的像剛剛那些哭點 - 都會罵自己說你怎麼那麼軟弱 - 希望自己快點堅強起來 - 因為有時候你那個情緒沒有過度 - 馬上你又要做下一個工作 - 會決定你那個會影響 - 應該算是我印象中比較挫折的 - 其實我記得那個時候的事情是 - 總醫師那一年的時候練最多 - 比較困難的刀腫就是肝臟手術 - 最終你就把這個手術完成的時候 - 你要關那個腹腔傷口的時候 - 它那個縫線非常堅韌 - 所以你在拉那個線的過程中 - 其實那個堅韌的線會透過手套 - 然後去割傷你的手指頭 - 那時候因為很密集一直在練這個 - 其實你的手指頭上面會全部都是傷痕 - 那其實這個痛對我們來講應該也還好 - 但如果加上你又很累 - 你又很挫折 - 你又很懷疑自己的時候 - 加起來就是加總 -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有一台肝臟手術開到很晚 - 那已經不知道幾天沒有睡覺了 - 我在拉的時候它那個線又從原來 - 已經快結痂的那個傷口 - 又透過手套又把它刮傷 -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- 我覺得我應該不行 - 我應該完成不了這個試驗 - 我覺得我剛剛 - 就不要走Oliver就好啦 - 不要走肝臟 - 但你當他很普遍 - 她就覺得說 - 我為什麼要選外科 - 我為什麼要被生下來 - 我應該是不要出生算了 - 人生都會有挫折的時候 - 即便說我們走到現在 - 也就是會碰到很大的挫折 - 真的 - 真的紓壓怎麼紓壓 - 你一定要怎麼紓壓 - 我就是跑步 - 就是一直跑步 - 一直跑步 - 一直跑步 - 很難過的時候就會一直去跑 - 跑得很快很快很快 - 跑得很累 - 就什麼都不會去想 - 我也有運動的習慣 - 然後協作 - 我也喜歡寫東西 - 我也喜歡寫東西 - 我覺得你很強啊 - 我每次看你那個 - 而且還有那個學長他們 - 是在行銷這部分 - 然後學妹你寫 - 那個文章都寫太長 - 你不能夠寫那麼長 - 沒有人要看 -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短短的啊 - 那我日記 - 那我日記 - 那我日記 - 那我看就算了 - 我最貼心暖心的事件 - 就是遇到中醫師啊 - 我是真的覺得蠻幸運 - 就是在職場 - 一直遇到一些很溫暖的人 - 包括同事啦 - 像之前我跟中醫師 - 是在從業工作場域的時候 - 我就覺得 - 哇 他真的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- 而且他是晴囊相守 - 他自己採過多少的雷 - 才體會出來的事情 - 但他願意告訴我耶 - 哇 - 我那時候真的是覺得太感人了 - 那還有另外一個 - 有一次我兒子生日 - 但是我那天晚上夜診 - 要看到很晚很晚 - 結果那天我就在看診的時候 - 跟同事閒聊 - 結果我就說 - 怎麼辦我兒子明天生日 - 我都沒有蛋糕什麼... - 他就立刻幫我打電話 - 去問了一家很有名的蛋糕店 - 下班之後 - 就去幫我拿回來 - 然後再提醒我說 - 你下班一定要記得吧 - 剛剛拿走我 - 他大手不不必幫我啊 - 你會感覺到大家對你好 - 是因為你本身是個很好的 - 真的 - 對 因為你是很有親和力 - 你很好的人 - 所以大家覺得對你好 - 會有相同的那個回應 - 我覺得人都是這樣 - 像我覺得 - 我們職場上面 - 護理人員幫我們多做一點 - 我們多幫護理人員多保護一點 - 大家願意多做 - 那都是分內之外的事情 - 都是因為他們不是只有把我們當同事 - 我們是朋友 - 我們是夥伴 - 那我自己有過比較暖心的 - 是我覺得病人會給我暖心的回饋 - 那有的時候 - 碰到比較不如我預期的時候 - 人家自己就很沮喪嘛 - 有些病人會特別掛號回來 - 不是為了看病 - 只是為了告訴你說 - 是為了阿 - 不會我覺得你超好的 - 我超好的 - 如果看到你有些物品 - 你不要在意的感覺 - 總是 - 我就想說 - 所以你今天回來的回診室 - 沒有啦 - 我很好啦 - 我沒有要幹什麼 - 我覺得告訴你你很好 - 就非常可愛 - 然後有的時候你會看到有些病人 - 可能來看診路上看到什麼 - 好吃的好喝的順道幫你帶來 - 就是帶一點 - 把你放在心上 - 平常就是照顧別人的角色 - 被注意到或被照顧的時候 - 其實我們是非常非常感動的 - 你先說 - 我是一直都很想做醫生的人 - 就小時候我就一直都很想這樣子 - 可是如果回去十年前講的話 - 就是會 - 真的會謝謝他 - 聽到了很多辛苦的時候 - 最後還是有堅持把這個路走完 - 因為放棄就沒有了 - 但是你一直往下走 - 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- 對 我也是會告訴自己說 -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- 真的是要給自己拍拍背 - 就是你真的做得很好了 - 就是走下去 - 還有 - 要記得去買大安君的房子 - 時間後會長很多 - 很多 - 到底是怎樣 - 現在有後悔 - 那時候就是買房子對不對 - 年輕醫生給他們的建議就是 - 現在在做的事情 - 不管多無聊 - 都把它做好 - 其實是住院醫師好了 - 每天不停不停地做一些很無聊的小道 - 到你覺得為什麼我要幫VS開之前 - 這麼無聊的事情我也想要開癌症的刀 - 我也想要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- 但是這些都是你人生以後的養分 - 現在回頭來講 - 如果我們有哪件事 - 真的做得很不錯或很專精 - 都是當時覺得非常無聊 - 非常無聊 - 大家甚至不太想做 - 對 - 然後我就扯下來 - 我就做了 - 然後我們就傻傻的做了 - 我們就傻傻的做了 - 我的話我是覺得 - 真誠 - 就是這個核心價值 - 對自己還有對病 - 還有對同事 - 可能醫療環境現在太辛苦了 - 有一些年輕醫生可能就會覺得 - 我好想跨越這些辛苦 - 然後我把自己包裝得好光鮮亮麗 - 我去跟所有的人說我這個很厲害 - 這些都沒有問題 - 可是那個基本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- 你有沒有具備這個能力 - 這個東西其實只有問自己最清楚 - 就是所謂真誠 - 又回到沈醫師剛剛講的那個點 - 你在基本功的時候 - 你如果願意熬 - 你就會有一個基本的好的能力 - 有好的能力之後 - 就也不用特意去包裝成 - 我好像很厲害去武裝自己 - 你跟病人交談 - 跟解決他問題的時候 - 自然那個口碑就會被帶出去 - 是 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 - 現在他們真的很累啦 - 都真的有熬不過來的時候 - 這條路真的很辛苦 - 給自己壓力很重要 - 但是讓自己放鬆也是很必要的 - 對 - 是可以休息的 - 可以來到我們這個中年這些都小孩裡面 - 所以你會覺得有的時候你中間 - 就算停個三個月半年 - 真的沒有關係 - 又一年gap year - 所以什麼 - 所以你那個珍惜自己的心 - 如果你學會了 - 你也會懂得怎麼去珍惜病人 - 對 - 所以這樣講有點好笑 - 可是我是真的覺得 - 不要輕易死了 - 其實美好的事情 - 你就沒有機會去體會了 - 對 - 算不完美的人生也是可以走得很美好的 - 也是可以 - 的確是 - 對 - 你有想過做其他的東西嗎 - 我想要當武打明星 - 明星喔 - 真的很酷耶 - 我就 - 我以前想就想做詩人或作家 - 但是這件事情 - 還是沒有大過我想當醫生 - 希望你有孕隱藏的 - 收到跟你一樣特質 - 然後孕隱對病人好的徒弟 - 也希望你能夠一直保持著 - 有一點屁孩 - 然後有點純真的心 - 希望你十年後還是一樣年輕漂亮 - 希望在這條路上 - 可以越來越走出自己的方向 - 可以讓自己越來越有自信 - 喜歡我們的影片 - 欸 對不起 - 花呆嗎 - 花呆嗎 - 有失之中 - 喜歡我們的影片 - 請按喜歡訂閱 - 並開啟小鈴鐺喔